才三月天 不过我们看到南台湾已经有夏天的feel了 而真正到了夏天呢 南台湾是热翻天 紫外线的几乎都是天天过亮 那么台南市政府呢 现在发挥创意 推出了这种标榜晒不黑的公车 号称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 就算你搭公车通勤呢 也不怕晒黑 推出之后呢 果然大受市民 特别是女性的欢迎 极能简单搭公车 坐在窗边打太阳直升 小姐们穿着短袖 也不怕晒黑 因为这辆是台南市府 新推出的晒不黑公车 号称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 对 有隔热子 效果非常好 对 很凉 很凉 然后有隔热效果的这样的公车 会吸引我来打 原来南台湾每到夏天 日到恰恰恰 几乎只要出太阳 紫外线指数就会过亮 台南市府翻修老旧公车 推出标榜晒不黑的公车 同时也提升冷气功能 达到更好的节能简单效果 以前都蛮怕坐在窗户旁边 因为会很热 然后也会被晒黑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个防热 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 很贴心 如果让隔热子 对那些年纪长者 比较不努力 但这样一辆号称晒不黑的公车 药价可不便宜 一辆就要上百万元 而且皮肤科医师认为 隔热子虽然可以阻挡 大部分紫外线 但效果有限 建议经常搭公车 又坐在窗面的旅客 还是擦上防晒油 效果比较好 终于小蓝管章 台南报道 感谢观看